我那个时候我问护士 我说我知道我不能碰到 可是可以让我 亲我人子最后 我给他磕三个头吗 话说到机动处 孔先生忍不住哽咽 母亲确诊后死亡 没想到询问暗号 竟被1922人员当成诈骗集团 就是活大啊 你会不愤怒吗 你只不过是个 妈妈死掉的小孩 只是想要知道个暗号 他的母亲77岁 居住在北市新一区安养中心 前阵子爆发群聚感染 他的母亲5月23号 快筛阳性住院治疗 26号确诊 28号死亡 28号母亲辞世当天 孔先生询问暗号 医院回应查不到 去问机关署 打给1922人员 却被质疑要暗号的理由是什么 还说怕你是诈骗集团 无法证明你与死者的关系 最后要求他减负文件 上网申请 审核无误才能给暗号 我今天要到一个死者的暗号 我可以做任何 任何不法事项吗 你可以举出任何的例子吗 他回我说是也没有了 不止孔先生 陆续有多起确诊者死亡后 家属打给1922 询问不到暗号事件 当事人痛批 难道暗号是国家机密吗 有往生者 他基于他的一些的 正当理由的需要的时候 那可以向我们提出书面申请 以前碰的死人不多了 现在死人碰的多了以后 慢慢的话 你这个东西就要 做个良好配套 这样子对老百姓 比较有个好的交代 家属不解 家人确诊时 机关署明明确认过亲属关系 询问暗号却又不知情 双标做法实在让失去 至亲的当事人痛上加痛 只有陈旋班杨翔与SNG台北采访报道